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到这个农村去玩 很多农村人啊 就说哎呀你们这个镇里来的孩子呀 啥也不会呀 这这五穀杂粮都不认识 不会干农活 也不敢上山不敢爬树的 哎就是他有一种文化尊严 就是你们接触大自然不如我们 你看那个时候我上小学 班级里转了一个农村的学生 他跟我们讲到山上抓蛇到水里摸鱼 我们都很羡慕 可是现在你再看看 我现在我和一些农村人接触就感觉 远没有我小的时候接触那些农村人那么纯朴了 原来那种纯朴的民风啊 现在很多地方都快消失了 你像原来农村讲孝顺 现在在农村里边老年人赡养相当成问题 反而家里孩子越多的 你推你我他推他 根本互相之间就不想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所以在农村反而养老人这个事变得很困难 有很多空巢老人子女去打工再就不回来了 凡是那个住最差房子 甚至住在住圈里的 往往是农村的老人 所以我这就感觉跟我小时候看到的 中国乡村存谱自然的民生完全不吻合 就是城里头有一些阴暗面的东西 现在反而在农村大行其道 就是他填补了原来农村文化作业丧失之后的这个精神空间 当然我们看到的农村现在很多地方呢 他并不是穷 腰包比过去古了 条件比过去好了 可是正是由于精神世界变得比过去空虚了 他越有钱 反而越有能力去实践一些低俗的乐趣 像刚才我们说黄 现在在农村很多地方都有 在脱衣舞啊什么这个表演的表演 更严重的还有毒 我原先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到农村去 那农忙的时候大家都忙 只有农闲的时候呢 说赶上年节了 这家里人坐一块或者亲戚朋友在一块 炕上摆个小炕桌 咱们打的纸牌啊 有的打的麻将 现在你再到农村看 无论农闲忙的时候 那麻将馆开的非常兴慌 很多人都在那打麻将 你像以前咱说除河日当午 为什么敢当午呢 草弄出来之后太阳一晒死了 你要早晚赶凉的时候干 他一沾露水又活了 所以很辛苦 现在不用了 圈子一块一喷农药都解决了 所以活比过去轻了 现在在农忙的时候 都有大量的人去打麻将 因为没事干 看电视看腻了 从这八九十年代看到现在也腻了 所以在农村现在赌非常盛行 这一赌赌出问题来了 咱都说喝酒把人喝厚了 耍钱把人耍薄了 这一赌偿来 邻里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这打麻将一动钱 伤和气 所以现在农村有很多治安案件 比方说恶性的打架兜 甚至杀人案件 都和赌博有直接关系 结果有些不法分子 就有点类似我刚才说 这草泰巴的这帮人 他到农村来 又拖一股挣钱 有些个犯罪分子 到农村组织赌局 有的农民一年辛辛苦苦的 甚至在外打工 过年回家来 把钱带回来了 就是正月里边赌钱 这么几天 一年的收入都输没了 1月13号 在贵州的凯里的一个村里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案 伤亡非常惨重 15人死亡 8人受伤 中央电视台新闻1加1栏目 报道了贵州凯里 一个村里的赌博点 发生重大的爆炸案 事件造成15人死亡 8人受伤 这起案件 也让农村赌博乘风乱象 浮出水面 事实上 就在同一地点 1月1号当地的贵州的公安机关 刚刚进行过一个抓住行为 当时现场视频记录 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漫山遍野 到处是忙着逃跑的人 这是发生在贵州 关岭县顶云乡 一座山上赌场里的一幕 在70余名干警的围堵下 有105人被抓获 查获赌二十余万元 比如时间上 他会显得在这个 大量农民工返乡的时候 因为农民工 在外面打工啊 回来的时候 要不你们都是有钱的 记者在当地走访时发现 虽然农民生活不足 但是文化娱乐设施 少之又少 参与赌博 成了一些人的主要娱乐方式 所以这赌呢 在农村造成 很多人不干农活了 懒散了 治安案件上升了 一点的辛苦钱没了 所以这都是现在农村 在精神世界出现空虚之后 没有及时填补造成的现状 让低俗的黄河赌 在农村流行